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夏老师 我们首先来看计算机网络概论 概论是什么意思? 简而言之就是总体论述 让我们大家对计算机网络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它不会涉及很深的技术 技术的话我们在后面慢慢的给大家去展开去讲 OK 首先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计算机网络呢? 这里面给了一个定义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将分散的 具有独立功能的计算机系统 通过通行设备和线路连接起来 然后由功能完善的软件实现什么? 实现资源共享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句话不要求大家去记 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比如说一些关键字 你要知道 最终计算机网络的 它的一个目的是干什么? 实现资源共享 实现资源共享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以前你想看一个电影 怎么办? 买个DVD或者VCD 回家去播放 对吧? 现在我的电影服务器 比如说它就放到北京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你都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什么爱奇艺 优酷等等 这种软件去播放 是吧? 就相当于它通过这一系列的软硬件 实现了电影资源的共享 当然除了电影之外 其他的 比如说像一些文件 对不对? 像一些材料等等 都可以实现资源共享 就能够非常方便的 去在很多人之间 共享信息 是不是? OK 这是计算机网络的 它的一个定义 然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有三网融合 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现在已经什么 已经实现的非常彻底了 比如说 你拉一根光纤过来 你既可以什么 既可以打电话 也可以看电视 还能上网 对吧? 这就是三网融合 需要注意 三网融合是融合的 哪三张网络 电信网络 说白了就打电话的那张网络 看电视的 现在都是用的IPTV 是吧? 然后计算机网络 上网的 对吧? 三网融合这三张网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接着是计算机 网络的物理组成 物理组成 我们书上说 有三个部分组成 哪三个部分呢? 硬件 硬件不用说 是吧? 你的电脑 包括服务器 打印机等等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硬件 还有交换记录日器 OK 软件 软件 软件主要是实现 资源共享的一些软件 比如说 迅雷 是吧? 比如说什么 爱奇艺优酷 什么FTP这些 都可以算什么? 算计算机网络的 这种 软件 对不对? 像爱奇艺优酷这种 它算应用软件 但是 它其实底层 还是依赖什么? 还是依赖计算机网络的 对不对? 你说没有网络 你的爱奇艺优酷 这些能看吗? 看不了 是吧? 然后其实还有底层的 计算机网络软件 叫什么? 叫协议 协议的本质就是 实现什么? 实现计算机网络的 底层软件 底层软件 比如说什么 TCP IP 对吧? 这是底层的软件 它有什么构成呢? 有语法 语意 还有什么时序 就简单了解一下了 不要求大家去背 不要求大家去背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OK了 就OK了 然后计算机网络的 功能组成 上面是物理组成 对吧? 物理组成三个部分 软件硬件 还有协议 还有协议 功能组成两个部分 通信纸网和用户资源纸网 可能这名字不太好 不太好记 但是其实理解起来 也是很简单的 通信纸网是什么? 通信纸网就是一些通信节点 和通信线路 通信节点和通信线路 两个关键字 通信节点 比如说交换机 路由器 实现数据 数据交换的 当然还有比较老的极限器 极限器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至于它们的具体的原理和功能 我们后面会展开给大家去讲 接着通信线路 常见的线路就是什么 其实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的传输介质的话 应该是光线和双角线 对吧?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它通信的链路很多 可以是电话线传输 以前老的什么56K 拨号 电话线拨号 然后有通轴电纰 通轴电纰 还有无线 卫星 什么 这个微博等等 这是它通信的一些 链路类型 通信纸网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实现数据的传送 然后用户资源纸网 有两个主要的 比如说像PC 你的电脑 服务器 是吧 它有什么 它有硬盘 要存储一些用户的资源 所以用户资源纸网 相当于就是 两端的这些节点 通信纸网 相当于是中间的这些传输 传输系统 是吧 或叫计算机 网络交换的 这个 这个这个节点 对不对 中间的这些 网络节点 它本质上是不存储什么 不存储资源的 它只是用户的资源 发过来 我给你送到这个边去 是不是 OK 这是计算机网络的功能组成 两个部分 通信纸网 用来做传递用的 然后资源纸网 它会什么 它会做数据的一个处理 做数据的一个接收和处理 OK 这是它的功能组成 功能组成 然后接着是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有几种分类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最重要的 就是按照网络的拓扑结构 去分类 可以分成什么类型 新型的网络 总线型网络 环形 竖型 全网状 然后不规则型 然后还有混合型的 我们的这种三层 接入 三层网络架构 比如说接入汇聚核心 对吧 这么三层 其他就是一个混合型的网络架构 这几种网络透普 你要比较清楚 是吧 你画个出来 你知道这是什么型 这玩意儿没什么可讲的 是吧 没太多可讲的 比如像总线型 就是一个线 大家都连接上来 环形 大家形成一个环 是吧 新型 中间有一个新的节点 但新型可以这样画 还可以这么画 比如这 这么画 这么画的话 算不算新型 其实如果是单纯这样画 只有一个节点 只有一个节点 你这么画 它是算新型 如果你有多个节点 你看就像这样子画 它就是竖型结构了 对吧 画出来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结构就行了 OK 如果是用中间 我们设备用极限器连接起来的 极限器连接起来的 虽然它是这样画的 但是它本质还是总线型 因为这是跟极限器的工作原理 是一致的 一般我们用交换机连接起来的是 是新型或者是竖型结构 你看它交换机的一个数量 对不对 OK 这是关于网络的拖部结构 这个另外一种划分的一个方式 是什么 是根据它的覆盖范围 根据覆盖范围 可以分成什么 各域网 局域网 承域网和广域网 这么四大类 什么是各域网 典型的 比如说 我用手机和电脑之间 利用蓝牙 去传一个照片 是相当于各域网 它覆盖范围 一般就三到五米 或者就 反正不远 对吧 供个人使用的 明白 这是各域网 然后局域网的话 比如说 家庭的一个网络 算不算一个小的局域网 比如说一家公司20个人 它组建一个小的局域网 当然局域网也可以很大 大的局域网的话 有些时候叫什么 叫园区网 比如说一个大学 五万人 是吧 在一个园区内 通过围墙围起来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 大型的局域网 也是在一个局部范围内 对吧 还有比如说像医院 有什么 这个医技楼 门诊楼 还有住院楼 是吧 很多栋楼 它也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局域网 但是它的覆盖范围都不广 都是在一个 一个方圆 可能肯定是不超过 不超过五公里这样的一个范围 基本上就能够覆盖到 是吧 这是局域网 然后城域网的话 就覆盖一个城市 对不对 比如说像政府新单位 它有很 上面有很多围办局 有什么水利 比如说一个市 它有水利局 财政局 什么农业局 林业局 等等 这些 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政府单位 是不是要实现网络互联 通过电子政务 外网或者内网 对吧 实现互联 实现互联的话 在同一个城市内 但是又可能分隔的很远 不止在一个园区了 可能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10公里 20公里 但是 它又不是特别特别远 没有几千公里 没有几百公里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 城域网 在一个城市之内 一般一个城市的话 从南到北 最大的北京 从南到北 肯定没有两百公里 对吧 你从北几环到大兴 有两百公里 肯定没有两百公里 一般在可能在一百公里以内 小一点的城市的话 可能50公里都能解决 这是诚意吧 这是诚意吧 然后广又 顾名思义了 对吧 覆盖范围很广 比如从北京到上海 从成都到北京 然后从北京到美国 到伦敦 然后就对吧 到美国到英国 这个就广域网了 覆盖范围很广 OK 这几种分法是根据 我们网络的覆盖范围 来确定的 然后 这些网络 它的一些特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 没有太多可讲的 也不用背 典型的像速率 肯定局域网速率是比较高的 是吧 上千兆线都可以 这个是书上的内容 可能比较老 什么几十兆几百兆 现在基本上是千兆局域网 对吧 成域网的话 一般速度也比较高 因为在什么 在同一个城市 带宽不是那么费钱 在广域网的话 一般搞个十兆百兆 都挺费钱的 比如你搞个专线 从什么 从北京到美国的洛杉矶 这玩意儿 你看还要用海底光呢 是吧 距离非常远 所以它成本肯定就高了 对不对 然后局域网通信 它的误物码率是最小的 然后广域网通信的话 误物码率这些 就相对而言会比较大了 会比较大了 OK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个 专门的设备叫什么 叫广域网加速 或者广域网优化 以及现在的有一个概念 叫SD1 有些厂商的SD1 软件定义广域网的产品 其实就是从什么 就是从广域网优化 这种产品过渡而来的 比如说生意服务的 典型的 以前的 它的叫 WOC 广域网优化产品 现在把它过渡到了什么 最近比较流行 比较火的一个概念 叫SD1 软件定义广域网 它主要用在什么 广域网这个层面 你局域网这个层面 肯定用不上它 是吧 一般是用不上的 要 局域网 你要用上的话 就是局域网出口 相当于也是什么 也是偏广域网 这块 OK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然后其他的分类方式 也有很多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按照交换技术 去分 可以分成什么 电路交换 报纹交换 和分组交换 这三种交换方式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要理解 首先什么是电路交换 电路交换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什么 就是传统的电话 比如说你的这个 PBX的一个电话交换机 它支持1000路的一个电话 那么它就只能够保证什么 同时能有1000个人在打电话 如果第1001个人接进来 它肯定就打不通 除非你前面有人挂机了 它才能打通 这就是什么 电路交换 它会独占我们的电路资源 OK 独占电路资源 传统的这个电话就是通过这种模式 去实现转接和交换的 OK 这是第一种 电路交换 第二种 报纹交换 报纹交换的话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快递 就它会把数据一跳 完整的一跳一跳的去做传送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从A到B 对吧 我要有实际的一个数据要传送 然后中间经过C和D 比如说就经过C吧 就经过C 它会把这实际完完整整的全部扔给C 然后C收到这实际之后 再完完整整的扔给B 这么去传的 它是把什么 把数据要完整的去做传送 每一跳都是完整的 所以它的缺点也很明显了 对吧 就是如果我的C的缓存 我只有只有五个G 或者只有一百兆 那这玩意儿肯定就 就没法传了 对吧 所以它要保证每个节点的缓存是足够大的 第三种叫分组交换 这是用的最多的 这也是现在互联网的基础 现在互联网的基础 就是它把我的实际 我给你拆成很多个小片 很多个小片 比如说一片的话 就是 举个例子 就是实罩 实罩可能都有点大 就是512K 给你拆的很小 所以这实际的话 它可以拆成很多很多片 然后在我们的网络上 去一跳一跳的传送 比如说我拆成512K之后 我这儿给你传 从这儿给你传 比如说传个一兆 对吧 然后下一次再传一兆 这样一点一点的去传 一跳一跳的去传 OK 当然分组交换里边 它最核心的就分组 做数据的拆分 它里边有两种小的思路 有两个方向 两个技术 第一个叫虚电路 第二个叫数据报 虚电路里边 就是又有几个技术 叫X.25 真中计 ATM 这些都是虚电路 虚电路就是它在传送之前 比如从A传到B 它先要建立一条逻辑的数据通道 比如说我就要从这边走 从这边走 由这个逻辑通道建立之后 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分组都从上面 比如说ACB这么去走 对吧 还有一种的话叫数据报 就典型的IP IP的话 比如说它发现 A到B有两条路 对吧 就ACB和ADB 这么两条路 那么它怎么办 它不用建立虚电路 就这两条路它都可以走 对吧 比如说它一共要发1000个数据 可能有200个是从上面发的 有800个是从下面发的 然后B 最后收到的还是1000个 收到1000个进行数据的一个组装 对不对 进行数据的一个组装 这就是IP的方式 它是数据报这种方式 是数据报这种方式 数据报这种方式里面 比较典型的就是IP IP 我们用的最多的 对吧 OK 三种交换方式 电路交换 报纹交换和分组交换 分组交换里面有两种类型 第一个虚电路 在数据传送之前 我先建立一个逻辑的连接 就先找一条路 后续我所有的数据都按照 这一条路走 这是虚电路 然后数据报 我数据传送之前 不用先建立什么 建立连接 只要有几条路 我都可以走 可以实现负载均衡 对吧 多条路可以走 而且比如说这一千个数据 报了 这个一千个小的一个数据 它是有顺序的 但是到我这一段 可能顺序也打乱了 打乱没关系 反正你收到一千个 你把它重新组装起来就行了 至于怎么组装 这就是IP的功能 对吧 这IP的功能 OK 这三种交换方式很重要 希望大家要理解 要理解 然后接着按照协议分 可以分成什么IP网 什么IPX的网络 还有NPS的网络等等 就是它的三层协议 可能用的不一样 对吧 接着按照传输介质 有很多话 有线无线 还有有线的话 可以分双脚线 同手电缆 光纤 线用的比较多的是 双脚线和光纤 对不对 然后按照用途 可以分成教育网 科研网 什么商业网络 企业网络 等等 这些就了解一下 比较重要的是交换方式 是交换方式 还有什么 还有按照覆盖的范围 以及它的网络托普 这三块是比较重要的 希望大家要 要多看一下 理解 这是我们的第一小节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特别深入的技术 只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 理解就好了 比较以價格易 仇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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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